新北市土城一间当铺在4月10号被开了三枪示威 警方在今天凌晨逮到了枪手跟两名共犯 枪手落网之后公称说是当铺员工跟兄弟的女朋友走得太近了 才会开枪泄愤 被问到枪支来源 他却推说记不起来 而在双北市借鉴发生的三起枪击案件 目前警方都怀疑说可能跟黑帮毒品利益有关 但离谱的是 目前遭到逮捕的6名嫌犯 当中有5个人是未成年 警方将继续追查幕后的藏经人 黑人10号半夜朝档铺铁门连轰三枪 从最新的监视器画面看得更清楚 男子下车后车门开开 跟在一旁少年小跑步开枪后脚顶抹油 跳上车落跑 如今开枪少年还有共犯终于被逮到 开枪的朱姓少年还在国中念书 21号下午3点多才无罩骑车 蛇行撞上公车车尾 松一后缝了12针 麻药没退回家休养 没想到旧被逮 父母吓到脸色发白 他跟另外两个朋友一起落网 朱姓少年坦诚开枪 攻城兄弟的女友在夜市 被当铺员工暧昧追求 走得太近 才气得跑去开枪泄愤 但被问到枪支来源 叽叽呜呜说自己车祸 头缝了十几针已经想不起来 警方事后在共犯家中 起货作案枪支 刚才我看过是一把手枪 枪手虽然落网 但双北连续爆发的这三起枪案 真的不单纯 少年朝当铺开三枪后 20号又有人去同地点狂轰51枪 最新画面曝光 明显有人帮拍全记录 一切根本在预谋中 警方怀疑牵扯黑道红人会 与名人汇号华山邦的毒品利益纠葛 因为红人会两间供货给华山邦的制毒工厂 日前被查获 总价值加起来逼近十亿元 华山邦拒绝承担损失 双方可能因此撕破脸酝酿大火拼 应该是主联邦红人会 跟华山邦的有一些纠纷 十一天双北三起枪击案 不排除都有关联 离谱的是现在六名落网嫌犯 竟然有五个是未成年 嚣张黑帮开枪寻仇 大哥躲背后叫唆 警政署下令要追出真正的藏进人 记者马世界林米周新北市采访报道 女日前死亡 警政网 权